大家好,我是爱鱼眼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 崩铁V三鱼泥暂时大砍 焦丘功能性增强 厚或成刚需 2.4测试服版本的V3版本终于来了 一起来抢先看一下本次测试服的一些改动 主要都知道V1和V2版本中会对文案一些改动 然后V3和V4就是技能上的改动 主要就是V4版本差不多能确定大概走向 V5微调一下 3月7,云丽和焦丘这几位新角色一直备受关注 都决定在这一版本中是否要抽取 还是直接选择跳过 比较受关注的云丽暂时被削弱了一些 6加5的云丽比之前测试中可以说销了一些 用命直接对半砍 不过这是很多人能想到了 毕竟在V2版本中被大佬解读后发现 强度确实太强了 现在就是调整了下 只是暂时削弱 说不定后续还会加强 焦丘总结一下 就是可以概括为功能性增强 对于低魂来说是强了 可以移动开大 对于黄泉的帮助不言而喻 伤害是砍了一点 不过不影响 本来也就补伤害 焦丘的负伤无需二命也可被视为灼烧 二命估计家道的伤害了 二命便增加倍率 焦丘星魂R是提高300% 而不是提高至300% 属于进一步加强了呀 VR是300DOT倍率 V3是180加300 等于480倍率了 这样一来玩DOT队的玩家 可以是直接考虑观望一波 通过这样的改动 不难发现在充能上改动的较多 不过别忘了 在2.4版本中霍霍要复刻 这么一来 也顺便好让霍霍抽取数较高 飞霍这位版本大C据说有召唤物 作为仙舟的将军而言 不少玩家表示 借我熟 警员就是这样 但飞霍肯定强度不会太低 等2.4这几位角色走出测试符 就能知晓应该如何抽取了